阿露哈 大家好 我是小明星大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恩斗星球的合作活動喔 那在介紹之前呢 我們先來抽一下我們的西游轉蛋 最近基本上是我們的超級貓咪技啦 所以你有金券的話呢 都可以來試試運氣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們藍眼睛喔 那不想來說 昨天已經講過了 我們的藍眼睛的白色系列華澤兵只剩下 我們的右獸加歐沒有喔 所以來看一下這張金券能不能成功 右獸加歐~~~ 怎麼可能嘛 哈哈哈 好啦 不要做夢了好不好 這邊 喔咦 那好啦 美魔貓 可以 好 那今天主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一次恩斗星球的合作活動喔 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直接從我們右上角 這個限定角色販賣來 這邊直接開買喔 那這邊的話只要花我們的240元 就可以買一隻我們的恩斗星球的獅子 300元可以買一隻恩斗星球的老虎 那最貴的就是我們的熊貓團團啦 居然要360塊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全部來買給大家看看 他們上場之後的威力有如何喔 那這一次基本上就是直接買的啦 所以就算是恩 還蠻佛心的吧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有些人他們可能會比較期待抽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必買你就一定會必中 所以就不用太去召集 如果你抽的抽不到怎麼辦這樣子的感覺喔 那上面的話都有我們的小貓咪耶 真的是超可愛的 那我們就先來把它給買起來囉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話全部購買的話呢 是需要我們360塊再加上300塊是660 660再加上我們240塊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的... ㄟ...900塊吧 應該是齁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應該是900 那900塊的話就可以買我們這三隻角色啦 所以是...還算是便宜 但是基本上就看大家的就是資金的那個狀況喔 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那如果你是沒有辦法購買的小朋友 或是一些就是玩家的話 你也可以看哲平這邊喔 我們就幫大家看一下 這幾隻升到我們滿等會發生什麼事情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一致取得了 我們這一次恩斗星球的合作角色啦 那我們就先來把我們這個恩斗獅子給他進化喔 那他是從我們的恩斗星球來參加 原先是百獸之王 但加了下巴後很介意有絲風格 呵呵呵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先把他升到我們的 30等看看喔 不起來說因為上一次的全明星活動 哲平是拿了蠻多的那個XP的 那升到我們二階之後呢 他就變成我們恩斗獅子CC喔 那這邊的話他有一句口頭痰 就是有下巴就是大爺啦 好像愛上下巴了 呵呵 好 那接下來換我們的恩斗老虎喔 這邊的話從恩斗星球來參加 如下巴天翼 什麼意思 喔 如虎天翼 然後就會變成如下巴天翼好不好 呵呵 滿好笑的 那這邊的話進化之後呢 煩惱下巴沒有紋路 每週找貓咪三兩三次 呵呵 因為他的下巴沒有紋路 所以他去找貓咪三兩三次喔 滿可愛的 再來是我們的熊貓團團 從恩斗星球來參加 雖然有下巴 後骨頭 木頭 岩石 都可以輕易進食 但唯獨竹葉還是不能離手 還是很喜歡吃竹葉喔 好 這邊把我們熊貓團團給他進化一下喔 進化了之後呢 好像 變成就是竹子了你知道嗎 這邊變成唯獨竹子不能離手 原本是竹葉阿 現在變成竹子喔 好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順利的把我們這三隻角色都進化掉了 那我們昨天打的這個恩斗星球阿 就是二星關卡澤民是還沒打的 那我們這次的話就帶上我們這三隻新角色 來打一下這關卡囉 基本上這關還是要打一個速攻啦 不過我們就把這三隻角色用出來 那他們的話好像都是ES角色喔 所以基本上 應該就是我們ES貓貓 所以之後的話打一些我們那個 限制關卡的話應該都可以把他們帶出來 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吧 我們來試一看喔 這邊的話他們的費用基本上是一千兩百多塊 那我們就來上場看一下他們能不能打出好成績喔 打一下我們第一關下巴進化的動物們喔 用我們下巴進化的熊貓團團 他們來打一下我們下巴進化的生物喔 來看一下能不能取得好成績 這邊先來存一點錢 這邊我們先來說一下我們的那個 呃 老虎好了 因為老虎好像是第一隻喔 他下巴還真的沒有紋路欸 笑死我了 哈哈哈 比下巴的時候到啦 結果他還是用咬的阿 我以為他會用下巴去戳人喔 然後獅子在後面 欸還蠻可愛的欸 說真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啦 對如果沒課金來說的話 玩家算是還蠻貴的 所以大家要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資金喔 喔 咬一下直接咬死欸 太猛了吧 然後這邊的話貓貓真的超可愛的 他們有各種的騎乘姿勢欸 好 這邊的話是靠我們的那個 下巴老虎 直接把這關可以打掉 取得九千零四十二分 取得最高分沒有問題喔 欸真的是還蠻可愛的 我還蠻喜歡的喔 來看一下第二關 第二關是七千五百分 來看一下我們的下巴生物 能不能取得好成績 那這次的話呢 我們就讓獅子先出來好了 因為剛剛的話是我們的老虎先出場 那獅子這邊的話呢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塊 那老虎這邊是 呃獅子是一千兩百塊 然後老虎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塊 欸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是老虎獅子分不太清楚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蠻好笑的喔 好 來看一下我們獅子的威力 一樣用咬的 嗚 欸等一下 這獅子有波動傷害欸 哇 這獅子會咬出波動欸 感覺還蠻帥氣的喔 看波動獅子 好像是有機率觸發喔 真的是有機率觸發的 然後咬一口 然後獅子必須的獅子還有星星 看一下誰會贏喔 他可是萬獸之王了 一咬 沒有把我們的星星給咬死 然後攻擊速度其實還算是蠻快的欸 說真的 這是獅子 而且他直接把我們的獅子咬出了 那個越戰越勇欸 哇塞 直接打死 欸很猛欸 我覺得這幾隻真的還蠻猛的欸 畢竟他們已經30等了嘛 所以要不猛也很奇怪 之後的話應該要拿一些我們ES關卡 來看一下他們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喔 取得我們8580分 最高分 沒有問題 好 第三關 啃石木頭啦 啃石木頭這關的話 就應該要派出我們的熊貓團團登場 來看一下團團的威力有如何喔 這邊的話感覺我們的那個 獅子的攻速是比較快一點點 啊老虎這邊的話感覺稍微比較慢 但是獅子這邊有個機會 還是會打出我們的波動 所以還算不錯喔 換我們大家眾所期待的團團登場了 其實 團團這樣也是蠻無違和的欸 蠻可愛的喔 騎著我們小貓咪 小貓咪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碰塔之後應該就會蠻多的那個 團團登場了 欸沒有是先獅子 但是 獅子比較厲害 還是熊貓團團比較厲害喔 那後面的話就先疊一些我們獅子跟老虎 這熊貓根本沒牙齒 我們還可以直接把老虎給 把獅子給咬爆你知道嗎 兩下基本上獅子就死了 欸沒有喔 但是我們的那個 好猛喔 我們熊貓團團還算是蠻猛的 好換獅子了 換老虎了 一咬直接KB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的那個 敵方的熊貓團團來了 動物園大戰欸我的天 我們這邊多加了幾隻小貓 還算是不錯啦 但是 這邊我們的那個 有點有點有點不夠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還要CD 看是你們的動物比較強 還是我們動物比較強 欸 這畫面也太好笑了吧 動物園爭霸戰欸 但是感覺他們動物好像比較強一點點 因為他們出的還蠻快的喔 來啊來啊 來啊來啊 完了完了 我們這邊可能要再加上幾隻其他的角色 不然這邊的話可能會 會咬出他們欸 欸他們這邊還有攻擊力下降的感覺 喔可以可以 哇靠 我們的動物園贏了 欸 太好笑了吧 酷喔 拜託這一定會贏的好不好 我們上面還有騎貓咪欸 怎麼可能會輸 是不是 論人數我們就贏他們好幾倍了喔 哇 我們的動物園獲勝 好猛 而且很有趣 呵呵 取得7196分喔 應該是最高分沒有錯 應該可以 好 那再來是我們私下岩石最高分是6500分 我看一下能不能再繼續用我們動物園 取得我們的成績 呵呵 取得我們好成績 快笑死我了 這邊的話就變成我們的那個下巴臉哥啊 來看一下下巴臉哥BS我們這個動物園陣型 會不會比較 會不會是誰比較厲害喔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隊伍蠻有趣的 說真的 全部把他埋起來然後來打一下 真的蠻好笑的 好 這邊的話先出來的是我們的星星喔 沒問題星星 來挑戰吧 但這幾隻角色基本上他們吸氣時間還是算蠻長的喔 所以 基本上要一直連出感覺不是那麼的簡單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喔 但這邊臉哥感覺是沒辦法一口把我們老虎給咬掉 欸 沒辦法 兩口也是沒辦法 但這邊下巴臉哥感覺他的攻擊速度也是蠻快的 咬三下之後呢 我們的老虎是死掉了喔 然後熊貓可以撐蠻多下的欸 我的天 這幾隻的話應該熊貓就是一隻坦克的感覺喔 加油喔 然後我記得獅子有偶爾會打出我們那個破洞山 感覺這關應該沒辦法啦 應該要加一些坦克了 這邊不能再讓他們鬧了 這邊動物園打不贏了 動物園大概只能打到我們前一關而已 這關由我們臉哥應該要打快一點 要用我們那個哈哈姆特了 不然這邊應該是打不贏了 蠻可惜的 但動物園打架真的還蠻精彩的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喔 但這邊的話臉哥可能還是要用我們哈哈姆特來打一波洞 那基本上這幾隻的話他們不是量產型角色啦 所以應該也算是一些輸出角啦 所以似乎有一些ES關卡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他們來打打 看看他們厲不厲害喔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臉哥可能就真的要再派一些 就是比較厲害的聲音來打他們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邊派出哈哈姆特順利的把我們臉哥打死 應該是可以順利把這關給帶掉喔 那基本上我覺得算是可以拿出來用的倉庫角啦 但是還是要看一下ES關卡限制關卡 會不會使用他們會比較好一點點感覺喔 好 其中我們最高分 再來是我們的最後一關 恩斗會進化 恩斗會進化的話我記得好像就是全部都會出啦 所以也是不能只單出我們的動物喔 所以還是要存一點錢 那我們就一樣先出我們大狂暗牆 然後最後再派出我們動物陣型 那最主要應該還是要靠我們的哈哈姆特來 快速的把我們一些比較強烈的敵人先打死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目前來說這關的話就是有很多我們動物園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大下巴臉哥啦 所以這關的話應該要趕快存錢叫一下哈哈姆特喔 如果要拿到最高分的話就必須要這樣做 那這關打贏的話應該還是會有一張我們的 一張我們的稀有券喔 所以應該又可以再去抽一下我們的那個 嘿嘿嘿 超級貓咪技囉 好 這邊4500塊馬上叫出我們的哈哈姆特 直接來等他們一塔痛擊 那這已經是我們的二星關卡了 所以打起來可能就也是沒有這麼簡單喔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要帶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 遠攻距離貓貓來打這些關卡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他們都是一些近身距離攻擊的 哇 熊貓團團真的有點硬 這不是我在講喔 我一星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有點硬了 他這邊的話變本加厲喔 變更硬了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次的話帶上的都是我們動物園啦 所以強烈的輸出的話可能就是沒有那麼多隻喔 只有我們哈哈姆可以做一波使用 哇 熊貓團團 怎麼這麼硬 哇 直接把我們哈哈姆特咬死了 那這關的話可能要再等下一隻哈哈姆特才行喔 不然這邊的話眼哥真的會有點難對付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下一隻哈哈姆特出現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下巴眼哥他是屬於漂浮系敵人啦 所以白無禍這邊的話是可以做一波緩速的還不錯 那這邊的話哈哈姆特應該也有機會 直接把我們眼哥給打死 哇 可是這邊直接被眼哥給咬掛 不過白無禍還存在喔 應該是有機會的 趕快來給他一發痛擊 那這關的話打到最後好像就不會再出我們的那個 獅子跟老虎跟熊貓團團喔 所以大家如果打這關的話是可以撐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把我們的那個動物軍團打死之後的 再來慢慢料理一下我們眼哥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這關的話基本上還是要打一下我們的那個速攻部隊啦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可能要就是 通寬快一點的話可能就要再換一些陣容了 我覺得用一些遠攻去貓貓來打應該會不錯喔 好 這關解決掉我們下把臉哥之後呢 應該是可以順利來把他給回掉 趕快出更多的我們大狂暗示茂 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取得我們3428分 沒有拿到最高分啦 不過是有拿到我們的那個金券 所以還算是可以 那如果要拿到最高分的話 應該是需要用一些我們的遠攻去貓貓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最後就來抽一下 我們的轉蛋券啦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再取得我們的超級貓貓囉 喔 拜託 即可